妈经常嫌弃我穿得不够鲜艳 总而说小姑娘要有小姑娘的样子 还会给我买一些她认为时尚的衣服 我穿着出门呢就确实会有人搭讪 吸引到不少大爷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 李旦和杨萌恩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火爆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因为我买衣服不喜欢去实体店 因为会有售货员跟着 我就会很不好意思 就会买一两件我不需要的东西 有朋友问那不合适可以退回去啊 如果我有这个退货的心理素质 当初就不会买了 这些衣服买回去 我就会非常堵心 每次看到就会想起我唯唯诺诺 衣服穿不上去 还要跟售货员说 很合适就这件吧 售货员说这不合适吧 我一看售货员这么诚实 心里更过意不去了 我说拿两件吧 所以我更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拒绝客服不会有心理压力 因为客服也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服务 有一次卖家发货发少了 我告诉了客服 客服回我 嗯嗯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我又追问那请问能给我补发吗 邮费我出也可以 我就赶紧把软件卸载了 我怕他拒绝我 因为我这个人呢 不是非常积极 凡事不容易往好的方面想 即便现在有一个帅哥说 我很喜欢你 我也会立即报警 因为如果他只是随口说说 他将面临的是法律的严惩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像救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问我 你一个北大的 为什么会去做脱口秀呢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 既对北大有误解 又对脱口秀有误解 北大只代表我的学历 脱口秀却是我的职业 我认为脱口秀是一种很好的艺术形式 它自由包容 给人快乐 值得钻研 最重要的是 我也不会别的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她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其实我和时尚也有密切的关系 我和时尚的关系 用六个字可以概括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妈喜欢穿红色 就给我也买了很多红色的衣服 我说我不喜欢 她说你会的 就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每次跟我妈出门 我俩都穿红色 走在街上就好像一副对联 有时候陪她逛街 她也会试红色的衣服 还问我好不好看 我说好看 但最好不要碰到牛 但是在内蒙很难不碰到牛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穿呢 建议你搭一副跑鞋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 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结婚请不到伴娘怎么办 为什么结婚一定要请伴娘呢 是不是就是为了显得新娘比较好看 就大家都只会找长得不如自己的人 当伴娘 就我在伴娘界真的是炙手可热 就新娘站在我旁边又高又瘦 新郎站在我旁边格外忠诚 但长成我这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绿茶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燕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句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我研究爱情的主要手段是看情感博主的视频 手机都要刷穿了 我朋友说我记得你原来贴的是磨砂磨呀 对现在已经是镜面屏了 我看过太多情感博主的视频了 他们都会总结一些规律 比如一个男生喜欢你的时候会有三种表现 第一会经常出现在你出现的地方 第二会对你微笑 第三会主动和你打招呼 我明白了 公司的保安大叔喜欢我 两层下团